開TV首部原創劇《我愛九龍城》 這日在九龍城舉行開鏡拜神儀式 台前幕後鎮容龐大 演員包括岑麗香、陳家樂、奧嘉年 和陳思琦等等 至於主創團隊就有林建祥、葉天成 和美術指導張蚊等等 有善歡朋友限公司行政總裁 兼執行董事杜之黑 這日都有出席儀式 開九龍城收視大家 一日影視精英共野一路 大家都開開心心聚舊和開工 氣氛融合又熱鬧 就好像新劇要帶出的人情味一樣 男主角陳家樂來到九龍城 還有一種回到家的感覺 來到九龍城有一種好像回到家的感覺 因為我以前一陣子 差不多每天都要來這裡吃東西 因為我住附近曾經有一陣子 所以來到這裡就覺得很熟悉 那種感覺 因為這部電影說我是九龍城大的一個街坊 其實來到這裡就已經有這種感覺 那這陣子姐姐經常見不到你 會不會開始要投訴你 一點點啊 我感覺到了 你感覺到他們怎樣 感覺到 好像流計多些 因為覺得很奇怪 還有為什麼我這麼長時間 不在家陪他們或者玩 那我平時不是這樣的嘛 那所以我已經決定了 要在一個很大的board上 寫完我的通告給他們看 這個時間我不是在家的 只有一個心理準備 是 是 順便這麼小時候 可以學習怎樣看時間 都挺好啊 對嗎 不知道是否不可以 但是先試了 OK 那家樂的女兒就會投訴 但是老婆會不會投訴呢 她有沒有投訴的 不過 因為本身今天 原來我是要跟她們去醫院檢查 是 是啊 那就變成現在要太太自己去 至於奧家蓮也住在附近 會不會帶上劇中的女友陳思琦 吃好東西 因為近 為什麼呢 我家裡過來搭車很快 是 我是本身很怕交通方面 影響到那個進度 是 所以 他們安排得很好 交通方面 近 很緊要的 很緊要 我是遠的 不過 我覺得來到這裡 是很不同的 我跟之前拍劇 因為之前全部都是廠景 現在真的在真實的地方拍 真的很不同 拍劇 很期待萬歲 很多店舖 就可以天天都萬歲 那有些 就是嘉蓮過去 有些 對 好 男人 真的OK 大哥 大哥 你是不是會萬歲 素食 是啊 全部吃麵包 蘇雲芝和張明慧這對好拍檔 這次在新劇再度結完 不知道他們會演什麼角色呢 知道你們兩個 舊愛重逢嗎 嘩 愛恨交纏 我們除了那段故事外 其實我們本身在上一部劇 已經很有冤緣 我們一起開部集社 發檔來的 對 有工作就一定有恨 所以我才說愛恨交纏 那這次你們在劇裡 有沒有交纏的位置呢 這次就少點機會 這次你是做什麼 我是做一個髮型師 我就是嘉蓮哥的女朋友 啊 女髮型師來的 怪不得這麼帥 對 終於讓大家見到一個 較爽的一面 原來我做一個地產仔 所以都非常期待 很快就拍了 至於雷彼登和古明華也喜相逢 希望今次合作會開開心心 為觀眾帶來歡樂 古佬那時候和他一起拍檔 就拍那些很heavy的劇 但這邊就開心 很輕鬆 很輕鬆 最重要我拍這個劇 就是蝕了一口氣 為什麼 曲氣 現在拍這個劇是爭氣 真的 真的 被你嚇一跳 嚇一跳 我都害怕 你以為阿姐嗎 古Sir呢 古Sir和舊拍檔再合作有感覺嗎 非常期望 其實我現在多數在內地 但是在內地 我都不時聽到 我們是Peter 為什麼呢 因為他實在 現在內地很流行那些 舊的廣東歌 有很多都是Peter作品 哦 是啊 很期望Peter有機會上來內地 我們一起喝茶 可以 聊聊你的舊作品 聊聊你的舊作品